华姐与思婷,连轩与加盟,TVB终于有新面孔 今年TVB那花瓣荒,一线艺人逐个逐个走,所以疯狂捧某几个女演员上位,告到观众开电视地离地区都戏个几个人 不过豪彩,儿家有新面孔加盟,TVB官方网页显示,今年国际中华小姐开关亚军,余思婷同 连轩与,都已经正式加盟,观众终于无始在地离地区都戏个几个了 女已未得观众心 TVB今年疯狂捧女艺人,特别喜香港小姐出身凯艺人,好似新一代小花辰凯琳,蔡思辈等被上头亲点离骨上位,频频开剧做女衣,但喜出镜机会多久代表演技好凯,重可能会有反效果 娶两个细寒大正作女主角,不断比人批评演技烂众要细寒捧,观众愿愈来愈差 翠如BB主持好过拍剧 另一个老师常出现开无限女艺员就戏黄翠如,旅游节目出身凯曲作主时就珍戏极好地凯,但戏演戏啦,不过戏无限缺人开情况之下,黄翠如都有几多巨单正作女主角,近日有幕后玩家同时的女主角 和我蛮结婚了等 虽然演技饱受批评,不过你有你批评,黄翠如就继续出现席目前 法解关亚军加盟 不过大家无时担心之后中要不停地同样凯人演出了,因为最近有两个新面孔加入TVB,同臣凯琳,蔡思贝一样系关亚军,曲帝就系今年国际中华小姐关亚军与四平同林轩瑜了 阳光 众嘉丽穿上代表自己城市开服饰 阳光 发小姐冠军 发小姐冠军 22岁凯Stitch原来算洗半个台妹,驱洗台湾花莲出生后移居美国,去年赢得美国华丽小姐冠军,代表纽约出战国际中华小姐。 原来Stitch早在三年前已经参加过纽约华丽小姐,可惜当时落选。 故今年再接再厉参选,更成为当地凯饲料冠军。 渠都曾经讲过要成为出色的演员或主持,而家加入TVB,早前BigBig Channel发布会已经有取分,希望可以带领一番新迹象了。 先起逼人,赛前超级大热,连轩于 连轩于,Syrine,今年只有20岁,正在大学修读Food Science,另一有担任主持,代言及封面女郎的工作。 其实,Syrine去年与ASPRO国际华丽小姐竞选2016度的冠军,最上镜小姐,全民女神三大奖项。 在华姐决赛前已经戏超级大热,可惜最终指得亚军。 徐一戏继扬秀会后,第二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华姐加入TVB大家庭。 来自吉隆坡的Syrine有著典型美女凯搭眼睛,白里透红肌肤加上一把飘蜜长发,身材修长,一太往前,甜笑时散发阵阵纤细,如果珍惜有机会地区拍剧。 小编一定晚晚开电视。 题外话,Syrine广东话都算讲得极好,拍剧应该听得明。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